新住民金屬工藝職能體驗營 吸引來自越南、緬甸、菲律賓等不同國家的新住民及新二代參加 職能發展學院高俊怡主任表示 學習金屬工藝的技術 未來可以從事金屬飾品創作銷售或開設個人工作方 參與活動的新住民 許多都是第一次動手製作金屬飾品 覺得十分有趣 也期待未來能夠再有類似的課程可以參加 我是菲律賓新二代 我今天是我第四次參加林民署的活動 今天很高興參加職能發展所安排的課程 今天所安排的課程是做首飾的一樣 我相信在這趟課程中我可以學到很多 可以認識很多寫意 今天我來自林路我想要寫寫怎麼做那個那個我們那個 首詩 首詩 來寫才有機會做這個 然後以後我家裡要自己做這個這個手練這樣 職能發展學院高俊怡主任表示 職能學院會依據職場需求開辦不同的體驗營或職前訓練 12月16日將配合聖誕節舉辦營介址製作的新住民職能體驗營 歡迎新住民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記者李希慧台北報導 到